今天有把A17站打造成为原住民主题车站 我们找了四位艺术家们 以原住民的风格创作了很多的作品 现在来到桃园季节A17领航站 从车站外头到内部设计 都呈现着浓厚的原住民文化气息 这次桃园市政府为了要让世界看见台湾原住民 将A17领航站邀请四位原住民艺术家以彩绘创作 呈现各族群艺术特色 让路过语人立即在视觉上被吸引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这算是一个人口汇集的一个点 远处的人经过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立马被视觉上吸引 再进一步去看文字上的陈述 那我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这个我现在所呈现的作品比较新颖 但是里面有很多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桃园市政府除了将A17领航站打造成特色车站 也计划把领航站附近约4.2公顷土地 设置为国际原住民族文化创业园区 包括国家级原住民族文创中心 可容纳1万5千名人数的屋外型流行音乐厅 以及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永久会址的预定地 争取了在这个地方设立原住民的文创中心 还有我们未来的颜文会 包括我们的颜民台跟广木电台 可以到这个非常好的基地来设置一个永久会址 桃园市长郑文燦表示 原住民族文化创业产业园区 正在进行规划中 现阶段先退出圆民主题车站 经以旅客停住脚步 欣赏艺术家创作 远世新闻 古术已故桃园大员采访报导